今年真的是世界秩序 大翻轉的一年 看到菲律賓的杜特地 現在雷厲風行在執政之時 另外美國的川普 他可要重建整個美國 看到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他從秘魯立馬參加為APEC 回到菲律賓之後 沒想到當國外的媒體記者 在公開的記者會上 又問了這個杜特地 最不想聽到的問題 什麼問題 你上任不到半年 你的這個人權紀錄 糟的沒有辦法再糟了 因為你的這個殺的人 比過去馬可氏統治菲律賓 他已經戒嚴九年 死的人還多 杜特地馬上被惹火了 杜特地怎麼回答 毛起來狂吵他 然後一直罵他 他直接狂吵記者 對 直接講說 那你這樣講 他就指名道姓了 直接回罵這些 國外的媒體記者說 到12003年 你們美國政府 還不是在講說什麼 海山政權 參與大帝 這個毀滅殺傷性武器 然後要去把它說出來 說要拯救伊拉克老百姓 所以當時空襲了伊拉克 造成大規模的伊拉克老百姓 包括兒童 還有很多的無辜民眾的傷亡 上萬人 那這件事情 這個說到這個地方 杜特地拍桌大罵 你這些人權人士和你美國 要不要去調查 查得清楚 給我們一個水落石出的真相說明 杜特地這麼一講 美國記者豈不是要尷尬 馬上 他根本話都講不出來了 你拍桌怒標之後 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所以這個就是杜特地 你已經踩到杜特地 這個狂人的紅線 但是說到杜特地上任以來 雷利封醒了這個掃毒 甚至殺無射對不對 結果最近菲律賓的警察總長 你看德拉羅莎 他為了什麼事情開始發愁 為什麼 因為當時菲律賓的國會 參議院在調查 有一個射毒的鎮長 被抓進大牢之後 在裡面被殺 然後因為他要出席這個聽證會作證 有證人就講 你有沒有看到警長 居然就流下男兒淚了 流下男兒淚 他就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淚了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當時證人就講說 他知道 而且可以作證 有菲律賓的這個警察 跟不肖的這個射毒的毒販 還有這個毒銷集團勾結 而且在根據菲律賓政府 公布的這個名單裡面 射毒的名單 的確有好多的高階警官 都在這個名單上 結果德拉羅莎 竟然流下了這個男兒淚 就是說我不能怪民眾 為什麼對這個菲律賓警察 失去了信心 因為連我都不知道 可以相信誰 可是這樣子 杜特地雷利封行的 這樣子執政之下 警察現在這時候 他們自己應該也改變了吧 是 號稱石頭的這個 德拉羅莎 你應該是鐵石心腸 菲律賓警察 以前的警察可是非常的爛 而且一直給人家民眾的感覺 就是貪污收賄 你這個時候還哭 他說他誓言要扭轉警察的形象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然後其實看完了這個杜特地 和他的這個警察總長 其實杜特地之前 不斷的去批評美國 美國有一個狂人跟他一樣 也是以狂注射而且當選就是 川普總統當選 1月就要上任了 結果現在就有民眾 網友竟然發為神剪接的功力 怎麼說 把川普過去所公開場合 所講過的話 以至於去把它剪接起來 竟然變成 你來聽一下 你看 你有沒有覺得聽起來好像某種 流行歌曲 是耶 是小賈斯汀 美國很有名的這個明星 他唱了這個Baby 所以你看 竟然透過網友神剪接的功力 可以把川普自己講過的話 好像他在唱這一首Baby 當然這也是另外一種 對川普的反諷也好 或者是公文也罷 川普先把它擺在一邊 因為美國不是一直在強調 他們校車的安全係數非常的高 因為美國政府一直在宣稱 將來做美國校車的人 將來都可能是美國 未來國家的主人 都可能是美國總統 當然 所以這些小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照顧到 可是你看看之前 你看那個撞擊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車撞上去之後 校車都不會壞 沒錯 所以因為美國的校車 都是針對這種軍隊裡面的 高級防密 掩護了這個保護的措施 他的程度來打造 所以安全係數非常高 可是美國的田納西州 之前就發生了一件 校車撞凹撞爛的意外 我問你 那樣校車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美國的校車不是像 裝甲車一樣安全嗎 裡面如果坐滿了小朋友 是不是小朋友非死即殺 是 你答對了 坐滿了35個年齡 從幼稚園到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 天啊 那還真的出事 結果真的造成六個小朋友死亡 二十多個能受傷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六名被美國政府形容 有可能是未來美國的總統 六名未來的美國總統 就在這場車禍當中上升 就這樣上升了 美國的這個車 怎麼會變成校車 是真的歐巴馬執政八年 也太辣差了吧 我實在不願意批評 美國的校車 或者是一些這個 汽車製造 那些工程技術 怎麼變成那麼差 不堪一擊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美國的基礎建設 美國的基礎建設 居然現在已經整個爛光了 最強的校車撞成稀巴爛 但是美軍 所以川普要來整治 是 好 川普才剛上來 還沒上 還沒交接 但是在他交接以後 會不會碰到美軍的軍艦 也不堪一擊 不可能 要不然你看看觸控上的 這一艘軍艦 這是最新的 這是美國最新的 美國海軍的這個 諸爾瓦特級的 最新的軍艦 是啊 它竟然發生在 之前在通過巴拿馬的時候 在運河當中竟然故障了 拋錨 一艘最新的船 引擎戰艦它會拋錨 一艘高達1395億元新台幣 你有沒有看到 吊船 吊船在這邊 真的拋錨 你是最新科技的驅逐艦 還有逆中的功能 強大的這個流艦型的外型 它的一個艦體的設計 結果沒想到 在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時候 拋錨了 還要跟總部求救 現在還要把他這個 靠拖船把他拖在這個港邊 暫時的停靠 靠搏了之後 還要把他再拖回去這個 因為已經喪失動力 到這種程度了 拖回去美國的母港聖地牙科 去維修 修了至少要10天以上 這不會吧 太扯了吧 你這不是讓俄羅斯 跟你的潛在敵手 中國大陸笑歪了嗎 等一下要把你看在眼裡 船連巴拿馬運河都過不了 這可能是川普之後上任 我剛剛講要整治 面臨了一個頭痛的問題 但是川普現在 他上任了之後 很多人說他可能會反轉 美國的這個僵化的社會 真的嗎 有時候講說川普 有辦法嗎 是不是說到做到 比如說他說上任第一天 他一定會把這個PPP給撤掉 是 沒錯 但是很多人會對照他 選舉的時候 跟當選了之後講的話 比如說他大選的時候 跟很多媒體都撕破臉 他說紐約時報這是噁心 這是XXX噁心 他從來不看紐約時報 結果沒想到 那當選後呢 紐約時報後來登出他 當選後的專訪 大戰紐約時報是美國之寶 是瑰寶 馬上是髮夾彎 是全球之寶 美國之寶 這畫面在幹什麼 在錄取新的閣員 可能以後就說 You're fine 不對 以前的閣員 像歐巴馬的時候 都是不能偷偷摸摸的 他消息走漏 當然不能走漏 比如說希拉蕊 在2008年要出任歐巴馬的國務卿的時候 甚至要不要讓國王部長 蓋茲去任的時候 都跑到華府那地區的機場 的會客室秘密會議室 在那邊偷偷的 那為什麼川普反而是 站在門口大喇喇 讓所有媒體照相 讓媒體的美光燈 一排神聚在那邊 好像讓這些閣員 未來的美國政府官員 走星光大道 好像怕人家不知道一樣 美國的社會價值觀 被反轉了 的確 你看美國青年 現在跑到非洲去行善 照顧小孩子 叫他們英文 然後就在那邊彈吉他 娛樂他家之外 還幫忙做基礎建設 然後非洲人很感動嗎 不見得 美國文青跑到非洲 非洲人現在發明了一個 新的英文名詞叫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根本不需要 你們來做這些事情 這樣子 因為你做這些事情 還要花錢 花5000塊美金 相當於新台幣15萬元 去做這些善事 然後結果 好 做善事就算了 他們不是做義工 怎麼還有花那麼多錢 可是花錢 他們可以在那邊住兩個禮拜 然後還可以這邊 你意思說去玩樂就對了 對 然後在那邊打卡 然後上臉書 然後告訴美國的家鄉的親朋好友 你看 我在非洲這邊照顧小朋友 他們好天真 燦爛 然後你看 我幫他們蓋房子 鋪這個磚頭 然後其實花了錢 住那兩個禮拜 他們把這個東西都給他 原來是要我花錢 去做這些文青 所耍出來的小青星 難怪非洲人寧可說 那就營造自己的形象嗎 假借著營造自己的形象 跑到非洲去做義工 其實就是一種宣傳跟歇投 難怪非洲人都說 我們不要這種小決心 你們這些文青 也不要來耍這些小青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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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